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直進大浪 做你自取未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次直擊 大家可以留言和打力線 31083399 昨天在說 連跌了這麼多天 跌了這麼多天 超賣 ISI已經去到32下 是否會運用一些技術反彈呢 今天也彈了一些 肯生指數升168點 報27321點 今天就在低位上 弄了一個長下影線 跟著楊竹的一個短線 是否有一點點彈力 可以見一見小弟的訊號出來 很巧合地 就在正條250天線 真的 你說信不信呢 都 你可以說 這麼巧 可以說 哇 假成 這麼刻意 想想 誰人都知道 那條線就是那條線 看看信不信 當然今天很大成交 現時已經過千億 今天有機會二千多億成交 當然今天跌的時間有 升的時間都有 但結果出來是一個下影線陽竹 有它值得欣賞的地方 不過當然大家要去審慎 不能下旨說大電底 因為始終最近的陰霾 都是太過籠罩 而且就算真的要上277樓上 我叫你先進入區間 不要掉底的格局 進入區間 你再玩了一千多兩千點 但如果你現在持續地下 好像在低位很厲害 但都進不回區間 其實隨時彈上277之後 真跌都可以 你當完成後抽又可以 所以小心點 因為一般都會有些後抽才可以再跌 其實不會一直跌下去 連日來受監管風波影響的科網平台 今天都出現反彈 因為都已經跌了很多 今天就看到現在榜上 騰訊升1% 美團升3% 巴巴還是跌1% 小米就不錯 反彈到4% 不過小米本身不是平台經濟股份 雖然它旗下的天星數波 上次都有份被約談 但相對起碼不是主力先 現在它主要還在硬件那些為主 看到1024日慘 山奇說人家跌 它就跌 人家升它也跌 跌6% 這些就是一個弱勢股份 反彈彈得少 甚至人家升它也不能升 還繼續跌 繼續破底 因為都真的見到沒甚麼人要它 上市以來都一直在捱沽 到現在都還未可以指到跌 最重要是要記住 115元 就是退到上市價 還有一段距離 很快就到了 最初以為很遠 現在就越來越近 最初以為遙不可及 現在跌多幾天 所以 今天又跌6% 所以撩底千萬不要從弱勢出發 當然我們先關注一下強勢 不如去檢閱一下ATM 不是說它強勢 只不過始終大家都很欲謹 不如去檢閱一下它們 有沒有真是英俊一點 我會看 譬如美團276是一個關口 現在277 證明它在3月份低位 是有些防守力 下方是242 245 242 這次不用測 但是現時來到276 3月4月份低位 就失疑暫時復得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真的還黏住區間底 可以 可以 來得及市站穩 它可以站穩一點 是 也是其中一隻 超脫後反彈 其實其他都是這樣 巴巴其實也有少少反彈 不過未夠人家反彈得強勢 因為還未轉到升 它是反彈得最弱的一隻 它有下影線一支針 但是我們昨天中午還在說 血肉場成首 叫做200元的時候 現在才194 因為200元的血肉場成 其實就在5月中的時候走過一次 現在反彈的血肉場成 就變成反彈的阻力了 不知道是不是會有些蟹貨 或者剛剛低位罵了那些 股反彈的血肉場成為200元 看著有沒有機會彈到200元 反而是阻力 所以其實好像不是這麼帥氣 這些股反彈 700騰訊也看了 下影線長長 有一支羊竹 看樣子其實都很值得賺 在單日下我講的 但是一比拼過去一段 又是 這條右控線 就穿了起碼六天了 現在反彈 就 單日看好像挺好看 當然 較早前穿了577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 其實股份下方只是下一個參考價 一定要看到去年8、9月的位置 就519了 當然什麼都到了 509都見過的 曾經跌了3、4個百分點 現在到升了1.7個百分點 希望它可以延續反彈 不過反彈最多只可以回到577 又是一個考驗 總括了3隻 其實是否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它有應該守的底部 都是守不到的 而是現時就算做反彈 擔心它可能會彈上去 當時要守的地方 可能已經轉為阻力 所以就 就算你真的覺得市場 開始有些超賣反彈 或者回穩也好 我建議都不要 將錢放在太弱的股份上 是的 因為這個撈底上的操作 其實是比較高風險 是的 Jaylene說3690現金 好不可以進入 其實連日都會有的 昨天都會有些人 即刻進入了700 除非你真是 今天大一點 即是很快地去 可能真是賺到少少都不出奇 不過就不可以說是轉好 始終都是高難度 在這些弱勢的股份裡頭要搏 可以有些甚麼 都是盛勢去做一些強的事好些 就是強的股份 看看現在的成交榜上 升得比較多的 就由長期升6% 安踏升6% 若明升6% 這三個都是現在比較強勢的辦法 而且也有個別出一些消息 例如安踏、長期 都出了一些銷售的數據 今早早期也有看過長期的數 上半年產量增加54% 銷量增加56%的案例 現在升6% 報27.1毫半 是不是應該比今早 跟今早差不多情況 但是你半天 都是站穩26.7毫半 是一個很強的表現 如果是不買入的話 可以用回24.4做止攝位 上去就看回30個柵 都是偏強的 尤其是這兩天 好幾家的車企 都發了數據 這隻又強 另外一隻也要提醒 前天的就是廣系 它是Ion的新電能車 做得挺好的 昨天跟市調整 其實不深 今天又再出一支羊粥 繼續突破四月份 到區間的頂部 當時 約莫是7.47 7.47 現時 都挺有承接 在那些位置 當然 它這個圖 不是強勢鼓 它要清蟹貨 但是你可能猜 它會不會有機會在低位 區間有些突破呢 就是這樣 還有一隻吉利 Angel 在招呼一隻吉利 它就說現在可不可以進 吉利我今早就回答了 又不進 可以嗎 其實因為它的數據沒有同業那麼好 現在過了半年 它的全年目標只是達到41% 即是究竟達不達標都成問題 如果計算比例 是的 走勢都沒有那麼強 六月了 是的 才得四十五 是的 之前有些大行 有訪問過管理層 就說很有信心 但是按比例 可能它第四季 旺季都未定 之後要衝 到時又不知道要否要減價才能賣 好像按比例暫時未到 未必有機會到 價格都不止得長期 最近這幾天都那麼強 人家的長期就厲害 吉利這浪都在月中開始 即是月中後期調了 雖然中間有些日子 我很記得它都逆市 給了三四個百分點大加 但是其實一開幅圖 其實是沒有進帳 所以不急著做 順便看1211比亞迪 那也有些少少 全塌了 十天線失了 這條線 由五月中以來 其實都沒有需要失 好了 二十天線都失了 不是說它有些什麼大陰燭 很向下的沽壓 只不過 就好像沒有再撤著 好像緩緩地對著下來 所以都是提著先 現在半日市 恆生指數升177點 兩萬七千三百三十點 成交過千億 我們去廣告之後 接電話 聽答問題 好 回來節目時間 好 看看大家的留言 先 Sandy就說 1919 怎麼看 其實這幾天都有跟進 出現刑期之後 因為它就出了刑期 預計上半年的順利 就增長有32倍 為什麼出現都跌呢 一來 之前其實升多了 衝得厲害 因為 隨正完之後 另外就是因為它首季順利 增長52倍 你現在全年才32倍 即是第二季增長放緩了 即是 都是一個合理的調整 現在 如果是有貨的話 都是一樣 最多你如果很短線 你又昨天才開始回逃 如果不是 其實你就看著 14.21 就行了 看著這個位置做過防守位 今天最低才是14.2 即是擺放好資產指涉位 繼續掙握它 好了 那些航運股 不如我順便也看 1308 都是一些營起的潛質分子 近來都是立下 你看到316那些 其實都是這樣的 不知道是否大家都會覺得 是否同一個航頭的時候 會不會都出現 剛才Vivian所說的 大數就厲害 但是如果按規度 近看 細心一點看 是否不是那麼英俊 始終這個可能 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因素 都要審慎一點 好了 不如聽電話 有位溫女士在等 溫女士 你好 Hello 溫女士你好 兩位主持人 你們好 你好 請說 我剛才問你那隻 我去匡 1789 是的 買了沒有 買了 買了不停下跌 其實 我買的時候是14.1 就是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 爆三成多那一天 是嗎 是 一路跌了 跌了很多那一天 嚴格來說 那一天的陽足這麼大 都可以全部抵消了 都沒什麼好賺 就只有彈 你看到它一落到底 還要彈 不彈 還要繼續落 現時唯一可以叫做 探望自己 是否12元前底有些支持呢 市場有沒有機會稍微彈一下呢 那不如看完12元這些關口 可不可以硬頂 但是我覺得 起碼都要入花支足才脫險 譬如 上去13.3 左緊 我覺得你就會等得安心一點 但是如果它持續是12元至13.3 其實都是好像很弱 很穿底 還有那天因為單日炒消息 其實就是升多了 就很多黃利盆 估到現在 那它又未至於在那天最高 最好彈 好彈 不如先拿著 頂著12元的位置 好嗎 拿著 還有第二隻 3913那隻 3913 合景泰富的物館 是 那沒有東西啊 其實你想想 不用走我 3456月這麼大的橫行區 上去想撞個雙頂 老實說現在的市條成這樣 你覺得它 沒有走到而已 那天又升到十多 又這樣說 那天你無緣無故走什麼 隨時破歷史頂 我走什麼 是啊 我覺得你不用很合理 亦都這樣說 等到現在不走 我覺得都是好 你想想 市場回了2000點 它只是由10元回了下去 9元都未洗穿 其實所有線位的各樣東西 算是這樣 兩隻都保持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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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 多謝 多謝 謝謝 謝謝 拜拜 有位朋友 都問剛才的醫療器械 現在問藥 2186我喜歡的 不過這期就暗一點 他說是否非酒不可 公司較早前宣佈分拆 他本身做一些傳統的中藥 又有做一些簡單的複製藥 但是情況就在於 他拆出來的那隻 就會是B仔 所以有些炒作的借口 不過一來是差 二來那天其實都衝高之後立法 是頑皮的 不過就看著這些位置 看著什麼位置呢 這支大洋燭 2月1日4.47 當時是做什麼呢 高令入股 當然它不是4.47入股 它應該是裂口之前入股 看看是不是硬都要站著這些位 如果站著這些位 你就一起等 如果站不到這些位 有機會補裂口價 那就沒有的 是個分拆的故事 它已經宣佈了 所以on the road 看看會不會給一點點耐性去等 我覺得它是一種傳統藥策的生物 好像令它吸引了 留意一下 好 接著又有下一位觀眾的電話 是有黃太的 Hello 黃太 你好 黃太 你好 早安 你好 我想問2013 好像是17個多萬 能否先走到 今天又彈回一些 又是一些很關電的位置 給點力水 我都祈求一下 沒有就等了 如果市又稍為站到 而它又稍為站到的話 你看到看它上回橫行區先 當然它有個名字叫小騰訊 那當然是糟糕 但希望是否跌到上回 彈回一些 因為它也要依附騰訊平台 那些小程序的那些小程序 那裏找核金 難道不少會影響 不過看看是否跌到沒有 還有沒有其他 我想問那個是否1919 有我們問過了 剛才我們講解了 但我忘記了遲遲 我忘記了 講多次 簡單就是 我還可以買嗎 你還沒買 簡單來說 它出現了營起 第二季其實生長沒有那麼厲害 那你就看著14.2 那這裏其實今天正在試底 你見到它試完14.2 譬如下個禮拜回來再彈你才進入 那現在可以先維持 OK OK 謝謝兩妹 好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 好 好 接著就是 819 那麽風都厲害了 那又看看它 都是站在那裏 不升不跌 但是 如果你是見到它這羊粥 厲害的時候 那其實 它只不過真的在盤證當中 繼續保持 不是強勢 不過都大概有一些電池概念 好 那跟著阿森就有隻873 他就說 咦 之前就26.5元走了 那現在可不可以見奶 其實26.5元走了就好了 都高位走了 那如果你說看現在 其實它25.6元穿了之後 就正在向下 現在叫做去到20天市 不過就不要猜它這個位置有支持住 雖然上次是的 那你看著 看多一天 它這裡真的懂得站穩再彈 下個禮拜 譬如 是不是真的20天線有支持 你看到它再彈才算有支持 譬如好像6月一樣 你見到試完之後彈 那你才進入 那現在就 等一下先了 就不用馬上入住 Tranfred他就說得很誇張 他說 航運的大浪是不是已經升完 那當然我會說不是的 譬如很簡單 你還要特意說到大浪 你說如果短炒是否完畢 我就可能會 都還要少少時間去想想 那但是你說大浪 其實大浪的話 軍線多頭 你怎會無緣無故覺得它完呢 起碼只剩下死亡交叉 這隻是這麼說的 1308是這麼說的 316都是這樣 其實你沒有一隻是特別 很差 所以你既然問得到大浪 我就會肯定地告訴你 大浪肯定未完 短炒是否完了呢 可能是的 然後這個都值得看下的 21300 因為他今天有消息 又找鄭志剛出錢 是的 又買 很厲害 現在他獲得鄭志剛 是營購配售股份的 先舊口新 籌了2.49億 這個折讓 就是不是很多 因為營購價是14.5 比起前收市價就折讓2.9% 他亦都配股 現在挺強勁 又再買貨 就等於是 現在至於你有貨 其實現在升了2-3% 2% 2.6% 但是都是在高位 有少許的觀壓 但是都OK Eric說是否繼續保持呢 這樣就保持 現在你最近可以放的防守位 就可以提高了 就是13.98 即是13.98 你便拿著它 好 接著就看了 68-65 其實近期 是不是都流行 出了盈起 不知道市場是壞 當然你可以再挑剔 它的數字 現在 68-65 在行頭上是好的 出完盈起之後 今早一度都要下跌 現在輕輕做回兩個百分點升幅 盈利預期上半年順利 升1.5-1.7 你當它今早跟時下跌 但是老實說 它只能夠在最近這10天8天的區裡頭 似乎是否未能夠突破 還是可能要多一兩天 觀望 有貨、貼、貨、沒貨的話 其實都值得買的 因為它已經確認地 站在之前橫行區頂 你最多設定 找到29元的止蝕位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都可以 今天最低下去都是29元 邊附近28.5毫 是 它還有另一隻深水 2333 剛才都說過 那個出了數據 數據鏡 破了位就可以買了 剛才的話 24.4個防守位 之後就可以再看上去 時間差不多了 我再回答最後一隻 剛才也回答那隻愛康 不如再回答多一隻 又是依蟹1302 先見 沒什麼特別 什麼位可入 不如再長一點 最近這一個半月都是這樣 我是你 我會升穿5.3才進入 否則 如果你現在進入 不是沒有贏面 真的是一半一半 如果你跌穿4.6 就可能向下發展 好 我們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待會3時45分 再和大家看視 拜拜